著名心理学家Brad Steinberger曾在其著作中说过 想要成为成功的交易员 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利基 也就是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交易风格以及金融工具 在书中,书名我已经打在幻灯片上了 作者用医学生的例子进行类比 很好的说明了交易者选择一个正确的利基是多么的重要 引用作者书中的摘录 交易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利基的 很奇怪的是,在股票交易类书籍中 这个话题几乎从未被提及 在医学领域,其中一个首要任务便是寻找自己的利基 医学生们轮换学习所有的细分领域 从而能够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在经过了分别历时六周的儿科、普通外科、放射科和精神病科的实践学习后 他们开始逐渐了解自己在哪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是什么带给他们愉悦感 在我的视频课程中,我希望你也能探索几种不同的交易策略 从而了解自己的利基在哪里 现在为止,您已经学习了三种机械式交易策略 双管枪策略、多时段策略、以及周轨道线策略 接下来,我将向您介绍二元期权的超级短线策略 以及针对日内交易的非机械式交易策略 借助这些策略,您可以在不同时间级别交易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 当然我也承认,并非所有视频课程的用户都适合原始版本策略下的那些时间级别 我因此也为您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 您可以借助它来调整原创双管枪策略、多时段策略和周轨道线策略的技术参数 以便适应更大或更小的时间级别 还应注意的是,我们在本课学习的超级短线策略手理解 是通过对双管枪和多时段策略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 并合成应用在超短线上进行交易的结果 请看一下张幻灯篇 这里可以看到您在GMT Partner视频课程中学习的双管枪策略、多时段策略和周轨道线策略的原始版本 下张幻灯篇包含策略的原始版本即可供选择的几种时间级别 您可能已经发现了,与策略的原始版本相比 幻灯篇上显示的版本,使用了更大或更小的时间级别 请注意,任何带有被选时间级别的原始版策略都需要对策略中所使用的技术参数做出调整 还需调整价格过滤器的大小,即达到某个值时 形成交易信号,且市场多空力量出现变化 如果我们来看时间级别较大的版本多时段策略 日、4小时、1小时 那么在类似MP4或MP5平台上进行市场分析时 最合理的应该是使用4小时图,即中等时间级别 且必须重新计算更大及更小时间级别的移动平均线的参数 即日图和1小时图 如同原始版策略中的那样 幻灯篇中列出了适用于此版本策略的移动平均线参数 如何对新版策略中使用的价格过滤器大小 进行调整呢? 只能通过匹配方法实现 例如,这里讲的多时段策略版本中 我停在了在幻灯篇指出的系数上 众所周知,时间级别越小 基于技术分析的策略所产生的交易信号数量就越多 然而您还应注意 尽管信号总数不断增加 但其可靠性却是不断下降的 因为错误信号的数量也在增加 创建超级短线策略手里简的理念是 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通过同时使用市场多空力量的判断原则 中线策略多时段及短线策略双管枪 找到一种可以在超级短级别上提升交易信号可靠性的方法 如此一来 由于新策略手里简结合了多时段和双管枪策略 因此在判断市场多空力量时 应使用六个点制度 而不是两个原始策略中所使用的三个点制度 手里简策略使用以下三个时间级别 一分钟 十五秒 三秒 然而 在分析当前市场态势 及确定入场及离场点位时 我们只需创建一个一分钟图即可 就手里简策略中使用到的技术分析工具而言 请您注意 创建所有技术指标时 都应考虑适用于一分钟图的参数 如上所述 手里简策略使用了六个点制度来评估市场多空力量 而不是双管枪策略 多时段策略 和周轨道线策略中所使用的三个点制度 下面我们详细看一看多空点数计算规则 在手里简策略中 我们使用独一无二的原创分析工具 及金融工具技术性参数总览图 来做出开仓决策 在课程的第三模块中 我们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回忆一下 从市场多空力量的角度来看 三种市场力量加起来等于100% 因此 在力量分布均衡的情况下 每一类市场参与者分别占33.3% 这种力量分布表明 没有一方占据任何优势 或者说均衡态势不会朝任何方向转变 该情况下的市场情绪将保持中立 此时开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其中一组市场参与者的比例达到50%以上 其他两组分配于下比例 那么可以说其中一组相对于其他两组存在优势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看涨 看跌 中性情绪主导市场 因此 如果看涨情绪主导市场 中性和看跌力量的分布大致相当 交易者应当四肌买入 如果看跌情绪主导市场 中性和看涨力量的分布大致相当 交易者应当四肌卖出 如果多头和空头的力量大致相等 则不应开力头寸 下张幻灯片上的交易场景矩阵 显示了交易者应在哪些情况下开力仓位 手里检测略资金管理的规则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对于任意的单笔交易 交易源自于风险之下的那部分资金 必须是他承受的起亏损的 以二元期权交易为例 我的建议风险限制在单笔交易的2.5% 且同一个交易品种同时开仓不超过3笔 然后随着资金的增长 逐步将风险降低到每笔交易的1%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 手里检测略和完整版双管枪策略所生成的信号一致时 可以考虑将风险规模扩大至两倍 应当选择那些点差最小且具有充分波动性的品种进行交易 根据个人偏好 交易者可选择不同到期时间的期权产品进行交易 从30秒到1到2分钟不等 如果所选品种的波动较小 建议选择到期时间为3到5分钟的期权 为进一步说明手里检测略的有效性 您可以查看我的交易报告 所有交易均由我本人在一加二元期权经纪商的比赛账户内完成 该交易比赛每天都会举行 参加比赛完全免费 比赛的持续时间为8小时 平台上可交易主流货币对 交叉货币对和一些其他品种 注册后 每一位参赛账户可获得100个单位的初始资金 如您所见 比赛结束时 我账户内的资金已经是原来的44倍了 我最终获得了第九名的名次 也得到了一笔现金奖励 这是一笔现金奖励 因此 欣赏 最终获得了